我们来找点生活中的英语 这是一个自行车 英语叫做bicycle 为什么叫做bicycle by就是二的意思 两个 cycle就是周期 就是两个东西在转 bicycle就是两个轮子的车 如果只有一个轮子 我们可以叫做一个unicycle 还有什么我们可以学的 这车座就是它的seat 轮子就是它的wheel 轮胎就是它的tire 还有脚踏 脚踏就是它的pedal 小框就是它的basket 这一部分就是它的handlebars 这个车刹就是叫做brakes 或者手刹也可以叫做handbrakes 然后还有我们的kickstand 不是踢着它 这个叫做kickstand 你看自行车这么简单的一个东西 好多可以学的